李小龙的名字在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 他是一代武术宗师 武术哲学家 他是功夫片的开创者 和杰权道的创始人 他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词 空俗 中国空俗 他让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印象 从东亚病夫变成功夫高手 李小龙离世已经快46年了 但是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 有多少国人 因为李小龙给自己起了 Bruce 这个英语文明 又有多少来中国的外籍人士 因为李小龙给自己起了小龙 这个中文名字 更是有8岁的日本小男孩 因为痴迷李小龙练出一身肌肉 希望对李小龙的推崇 甚至超过了中国人对他的崇拜 很多国际巨星视他为偶像 连漫威首部华人英雄电影双铁 涉气的灵感 一来源于李小龙 直至2019年 我们居然还能有心看到李小龙的一座展示 是李小龙生前耗费多 您研究的项目 但是最终没有进行制作 据说李小龙的一座早在马龙国将拍摄完成前就已经完成 愿您来一竹定金山 又明清竹武士 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初 李小龙饰演的主人公 远渡来到美国旧金山 轮为一名苦工 他遭受种种虐待 几乎放命 后来他得以逃脱 发誓报仇 他以清竹作为自己的武器 面对各种挑战 最终获得胜利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这个剧本能够重现天童是因为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李湘宁在整理李小龙的一幕时 发现了大量的手稿 也是他在2015年连同制片公司向Cinemax 销售了该计划 说起Cinemax大家可能还不熟悉 但是HBO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爱的 Cinemax就是HBO旗下MAX系列中的一个频道 Cinemax的尺度可以说很对得起 HBO的名声 直接被人叫成 Cinemax 录出最多的题夫 说到此处感觉很多看花已经有了深深的兴趣 其实厉害的不仅仅是这部剧的平台 他的编剧除了原作者李小龙以外 还有黑痴黑的原创乔纳三崔普尔 导演是著名的华裔导演林一边 他凭借《速度与激情》系列和《星际米航》而声明大造 这两位的加盲 更是为具体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暂时虽然只播出了一集 古市的框架已经逐渐清晰 阿珊是一个中国年轻人 他有一身好武艺 为了寻找一个叫小青的女人 他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 当时 整个美国社会都歧视中国移民 不把他们当人看 阿珊和当地移民局的人起了冲突 他的好身手艺已经辞引起了当地黑帮的注意 他火速加入了黑帮贺威堂 很快 他也找到了他要找的小静然哪 此时小静成了黑帮大老龙七的女人 龙七又是阿珊所在的贺威堂的死对头 就这样阿珊被迫准入了复杂的黑帮斗争 虽然只有一集 几大势力的对抗力和人物之间的冲突 已经表现出来了 大格局上 华语黑帮和美国人之间既有利益相关 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加上 小静 小静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